我發現這個資料有時間 但問題沒有什麼 日期 日期的話 因為 假如說你每一次抓 比如今天抓 跟明天抓 一定是不一樣 但問題是 目前是沒有一個資料的時間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抓的時候順便幫我把什麼 比如說水泥類股這邊的 資料日期 把它抓下來的話 但問題來了 他在哪裡 他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抓取下來的話 用什麼方式最簡單 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要抓取網頁裡面 某部分的 個別資料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要不就是你用什麼 抓嗎 抓就GET GET這個東西的話 在Elements Element By TechName 或者By Class 都可以 或者By ID 都可以 至少有三種 By TechName 所以我們可以選取資料 日期的這一部分 按右鍵檢查一下 好 我們可以看到 他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他就幫你 這個地方 他就告訴你 在這裡 有沒有他反白 所以你 慢慢要習慣 這個按右鍵檢查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你可以找到 你要的東西 那首先的話 他 我們講過 如果他抓取這個資料 裡面的InnerTest的話 你可以透過 至少三種方法 但是這三種方法 不見得裡面全部都有 第一個的話 這個 小於符號 後面的東西 叫什麼 叫Tag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透過Tag 但問題你透過Tag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用Tag的話 點兩下 Ctrl-C Ctrl-F 然後前面加一個 小於符號 那你會發現 這一個網頁裡面 是叫Span的 這一個名稱的話 總共有137個 那他到底在哪一個 OK 你要怎麼算 看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有了 看一下 找到了 第9個 有沒有發現 不過他會閃一下 有沒有 按一下 第9個 他會移動到這裡 就表示他是第幾個 OK 你們可能要慢慢習慣 所以如果你要抓的話 你可以透過 有沒有這時候會閃一下 9的話 實際上怎麼樣 你就是 可以把它減1 所以是第8 那抓的方法的話 就我們之前講的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 抓到哪裡 你抓到這裡 這個叫Range的 L1 好了 這個儲存格 那我抓的方法怎麼抓呢 其實你可以 當然你特別注意 我一定也要在 CREATE 到那個 到那個 我們抓這個 抓水泥就好了 水泥裡面增加那個時間 OK 那我就是 當他抓完裡面的資料之後 並且 並且刪除掉 那個D欄之後 假設我這邊 我這邊讓他先執行好了 刪掉 然後把 這個資料先下載下來 已經下載了 最後這邊刪掉這個C欄 刪掉的話 OK 那這個時候 記得喔 不要再 把IE關掉之後再抓喔 按IE關掉之後的話 他就沒辦法再抓了 所以我們在 應該在刪除之前 我們做一件事 什麼呢 抓取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這一行 Ctrl C 貼到這裡 當他刪除這一列之後 那我要抓的是什麼 抓那個span好了 所以就 名稱給他叫 span span 然後那個span的名稱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這一行 它是在 這個element get它的tagnet 叫span 然後第幾個 9-1 第8個 所以這邊改成8 這樣的話 我們就抓到他了 抓到他裡面的東西 OK第8個 然後再來的話 要做什麼 其實一樣 就是 把他裡面的東西 裡面的東西 叫inner test 把它get回來放哪裡呢 放在 我們的L1這裡 所以如果今天假如要放L1的話 那我可以 在這個地方 不對 L1 到這邊加了之後 應該會 應該不影響 因為等一下 插入一列 所以可能 我們先把這要抓下來再說好了 那如果你要把他抓取下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 這邊的話就是 Range 假設我這邊 Range 用這個負責 L1好了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個物件裡面的東西 這個物件裡面的 Inner test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span 它的第幾個 特別注意喔 他抓下來 一定 不止一個 那因為 我要的就是 其實回來只有一個啦 所以理論上 記得一定要加一個 刮斧 表示說那一個 裡面的inner test 所以你就在這邊點什麼 後面加一張 我們要把這個 Inner test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OK 我試一下 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這樣應該OK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我就把這個 這一行再讓他倒車一下 倒車就是 因為他跑到這邊 再來就是 把IE關掉了 那就沒辦法抓了 然後我再把他讓他倒車 我還要一個什麼呢 資料的時間喔 所以我就去抓這個span 這個網頁裡面的第九個 span 然後把這個span裡面的 抓到的資料 因為他只會抓一個 把Inner test 放到L1 裡面看看 如果這個執行OK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Inner test 第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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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就可以抓下來了 不過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把他停一下好了 這邊讓他重跑一下 C欄 然後把C欄刪掉 L1 第七個 span 如果我說這個方法行不通的話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用class name 它裡面這邊有class name 我們可以用class name 看一下這個 Ctrl-C Ctrl-F 把這個名稱找一下 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這個我們再看看 如果用算第幾個 因為100多個 我不建議你用算的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class name 所以你class name 裡面的話有這一串 所以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class name好了 例如這邊的話 假設 我把它改一下 這邊的話 不要用tag好了 我們用class cl ass OK class name 然後那個name的名稱叫什麼 叫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 這個span 後面這個class 這邊點兩下 然後把這一串複製一下 然後他用by class name 這邊 然後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不用跟他講 這個好像還是要給他一個0 因為只會有一個 看一下我放在那個 我之前 這邊用as 其實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我試過OK的 我知道了 因為呢你會發現 class中間 他會有空白的 那其實表示說 這個class name 他其實有三個class name 這個是第1個 這個是第2個 這是第3個 你用其中一個都沒問題 你用 三個一起放 我印象中也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我就把這邊的span 第0個 把它 抓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吧 抓這個名稱的 的資料 Innertest 放到這裡來 這個 這個 特別注意喔 那個 如果你要抓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這邊有第幾個的話 那這邊 就不要有第幾個 我剛剛好像 又多增加了一個 瓜糊 這樣就不對了 記得喔 如果上面 你get的時候 如果假如 跟他已經跟他講說 第 第9個 8 第9個的話 那這邊就不需要了 這個拿掉 因為剛剛我發現喔 就是這個地方 你就是 直接拿抓到這個物件 這個已經就是第 第9個裡面的資料了 那把裡面的資料抓過來 那抓到的話 就是OK的 比如說我這邊把這個delete掉 我把它倒車一下 拉回來 抓第9個 裡面的資料 直接就過來了 OK喔 這個是第1個方法 那如果第2個方法 假設說你要用那個cashname的話 不要用那個 我剛剛講 用tagname 這個是 tag 這個是 用classname的話 那我這邊就把它註解一下 然後把它拉回來 那你可以把那個名稱 放在這裡 而且那個classname 剛好只有一個 所以我就抓這一個 那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直接 因為他只有一個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就直接把它 抓那一個回來 這個把它刪掉 OK 把它放過來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出錯了 為什麼 因為跟剛剛一樣的問題 這邊記得 不然你乾脆就 記得後面這邊要加 這邊記得就不要加 OK 這個第幾個 這個一定要加 我剛剛漏加了 OK這個應該第1 因為他裡面只有一個 所以呢一定是0 OK第0個 然後裡面的資料放過來 OK 這樣也可以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說呢 你們要抓取 網頁上裡面 的 某些資料的話 第一個 你就先去 觀察他的 比如說如果你要按照他的標籤名稱的話 Span 有沒有 那你就用什麼 這個地方 用 這個方式去抓取 好 那算一下第幾個 剛好我剛剛算第9個 9-1 因為他從0開始 那後面的話 記得 他產生一個 他的那個物件名稱 你就直接他物件名稱裡面的資料 幫我抓回來 這樣OK了 如果說你要用什麼 CastName的話 因為網頁裡面也有CastName 這個你就把這個CastName複製 貼到這邊後面來 這邊把它貼到 這個後面 那記得 一樣也要 加一個括弧 OK 那也就是說 以後你只要看到了 反正他一定是 GetElement加S 這邊也加S 如果有加S 後面一定要跟他講說第幾個 因為有S的話 表示是負數 那負數的話呢 一定就是跟他講說 這麼多個裡面的第幾個 比如說這麼多小孩 OK 那我要第幾個小孩 對不對 OK 那如果說我們另外一個方法 GetElement ByID的話 那就沒有S ID的話因為只有一個 那個ID就是他的 編號 他的學號多少 那就把那個學號 抓回來 就只會有一個 OK 那後面的話直接把這個物件的名稱 加上 InnerTest 他就把裡面的資料幫我抓回來 就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 OK 也就用這個方法 可以把 你網頁上面任何訊息 通通抓到 Excel的 某一個儲存格都沒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 那個 Yahoo股市資料的抓取 然後還有就是抓取某 部分 像資料時間 放在你想要的指定位置上面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稍微 請各位同學 來做一些 互動 所以下一次上課 就是 也許 要不就是 你就準備一個 如果程度好的同學就準備 你自己做的 抓取某些網站的資料 的一些 Excel檔 如果可以讓是更好 那 如果你要 演示的話 也許最好是說 你要演示的畫面 把它截圖下來 放在PPT上面好了 然後用講的好了 反正最好是 弄個PPT 然後把你要講的東西 先放在PPT 簡單也不用太多啦 大概就幾頁 你想講的 比如說你這學期 你為什麼想要做 這一個 這個練習 如果你沒有什麼 沒問題 你把前面的 我們上課講 拿來用也沒關係啦 因為我 可能我功力不夠 然後我就照老師講的 再做一遍也OK 然後 也許你最後再做一個心得的回顧吧 比如說你這過程當中 有沒有學到什麼 有發生什麼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 等等的啦 反正一些簡單的心得 分享一下 大致上就這樣就可以了 應該 沒有問題吧 OK 然後 就 期待各位 下個禮拜 好 我們那